我发现很多人在后台留言要我聊一聊2020年的黑马拆弹专家R 其实我在华语2020年盘点已经说了 但那期视频没人看就对了 所以我单独把拆弹专家R的解析抽出来 这样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观看 感谢感恩 真的很难想象 这部年末才上映不久的拆弹专家R 能以黑马的姿态远远赶超前作 刘青云的加入让演员阵容做了升级 预算方面前作2300万美元 到了第二部直接翻了翻 差不多4000万美元 这些升级都直接肉眼可见在视觉特效上得到呈现 而更让人惊喜的是拆弹专家R作为动作类型片 有了更为娴熟的导演执行力 想象力更为大胆 建立的人设更为复杂 最重要的动作戏份紧张刺激 影片节奏把控到位一气呵成 文系自然流露引导角色做出该有的反应和行动 行动在配合引发的事件带出相呼应的动作场面 影片虽然叫拆弹专家R 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续作 应该算是同为香港应急拆弹专家组宇宙的系列 主演刘德华在两部作品虽然职业相同 但身份和名字没有任何关系 拆弹专家R讲述的是一个全新的拆弹组的故事 刘德华饰演的潘成峰阿峰 和刘青云饰演的董卓文阿文 是拆弹老搭档 两人出生入死十多年 但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阿峰因公受伤断了左腿 从而导致他变成了残障人士 但阿峰依然保持乐观 经过一系列努力的恢复训练和魔鬼式的体能锻炼 阿峰一心想重回拆弹组 继续保护香港和香港市民的安全 不过事前也没有阿峰想得那么顺理成章 而且还让他卷入一宗宗恐怖炸弹袭击的案件中去 阿峰为何从一位保卫市民生命安全财产的拆弹专家 变成了一位涉嫌炸弹恐袭的恐怖分子 里面到底蕴藏了多少真相和秘密 不关我的事 背后的组织又到底暗藏了哪些灭绝人性的计划 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一触即发 故事就此展开 拆弹专家R相对于前作 在吸取经验上更像是一块海绵 挤出了前作的缺点和遗憾 以及观众讨论比较多存在的问题 全面做了一次性的大正修 让拆弹专家R刻意强调给观众看 主创在前作的一些诟病上 是有做出认真的改变的 比如第一部结尾决战拆炸弹 影片设置了赌命红黄线 只能盲猜R选一选其中一条 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的炸弹 但这样的设定对于拆弹专家这样的标题来说 略选讽刺和业余 最后主角还选错了牺牲 拆弹专家变成了拆弹专家 给观众送子弹有的吐槽了 在续作拆弹专家就把专家的戏份做足做透 有更为专业的拆弹程序 但同时也通俗易懂地展现给观众加深印象和理解 而更为明显的升级改变的地方 还是在于角色的塑造和剧情事件之间的关联上 契合得十分完美和大胆 第一部拆弹专家被很多人指出情节套路 上一场戏看完就能猜到下一场戏 影片很多情节的设计 像极了传统警匪港片的情节 无法造成现代观影需要更强的悬念感和刺激感 或许天然拆炸弹还存在着一些紧张情绪 但因抱着主角光环一定没事的原则 从而已导致了拆除炸弹也只是皮跳心不跳 好像感觉这样踩一捧一也不是很好 我得拉回来一点 第一部拆弹专家其实也没有那么不堪了 这些都是对比更加优秀的续作来对谈的观点 因为没有优点只能下降到平庸 拆弹专家R完全就在前作这些问题上得到了很大的改进 比如情节设计上成功牵动了观众的好奇心 塑造了很强的悬疑炸弹 甚至还给你套路然后自己再反套路 更让人出乎意料的 正反派不光在现实层面 还深入到角色内心自己矛盾的冲突中挣扎 也很好和正反两派之间去结合 这样的设置就做得很有看点和大胆 把影片最开始给出的体验愤怒诠释得很到位 比如阿峰为何被误解为涉嫌安放炸弹的恐怖分子 但后来阿峰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做过 一开始我猜到了 嗯没错就是千年套路坐卧底 但事实和真相远不止于此 影片真正的反转才真正开始 这样的反转悬疑炸弹式的剧情 也不是导演真正想表达的看点和野心 导演想通过这些事件去真正塑造更为复杂的角色 让角色自己去处理他们遇到的困境和遭遇 这样的关联性 让角色之间的互动更为动人和动情 也让所有的主要角色不会成为解释剧情和推动故事的工具人 比如前作女性角色就显得很没有存在感 需要男主角去保护和安慰 被沦为制造正反派对立和紧张的桥梁而已 但这次妮妮饰演的庞林 作为警队举足轻重的前线队长身份的角色 戏份虽然不多 但不管文戏武戏都做得十分饱满 在一些关键性的角色上 也有着非常决定性的作用 在剧情的设计上 影片也带出了不少现实中出现的问题 制度和观念上的保守和成就 以及决战并不能作为大获全胜的结局 都让人带出了不少的思考 最后我们再来聊聊动作特效部分 没想到作为一部动作商业大片 动作主打居然放在了后面聊 我居然先从剧情和角色展开 也由此可见拆弹专家 在剧本打磨和角色塑造上 这次真的是用功了 在动作特效部分 预算成本的翻倍支持 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了很多爆炸大戏 连核弹都用上了 恐怖分子炸的地方也不是几个建筑和隧道 而是涵盖了香港好几个中心地标 香港机场国金中心等等 没记错的话 在故事艺术就有提到 故事如果把观众想象力打开之后 就一定要呈现出观众预想要推进的效果 甚至还要超出观众的想象 拆弹专家阿建雅把核弹都搬了出来 如果没炸 总会让观众看不过瘾 但炸了嘛 也说明主角任务失败 没法去收尾 影片利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去实现了核弹的爆炸 而且还是炸两次 从而也实现了观众的视觉享受 但同时也圆了故事需要完成的主角任务 大场面爆炸戏有了 小格局的动作场景设计 在刘德华被警员追捕的过程中 也颇有叠影重重内味了 快速剪辑的画面 即使手持的运镜 场景间的快速转换 这样的追捕戏份 很容易被拍得混乱而失去主次中心 最后只剩下打打打 但邱李涛导演熟练的动作场面调度 清晰自然为观众呈现了 追捕戏份层层递进的倒三角压迫感 最后还是以回到文系作为下一环节的转折点 而不是以追捕动作戏的结束作为结束 文物戏份之间的交融衔接自然 什么叫影片看起来酣畅淋漓而没有断裂感 这种就是 总之拆弹专家阿样我看到了我们电影工业成熟 完整度类型片该有的样子 从剧本的精心雕琢到演员敬业和实力的展现 再到辅导化和资金充足的支持 导演执行力的大幅度提升的加分 这些组合拳打到一起 从而让拆弹专家成为了一匹黑马的存在 好拆弹专家阿的视频解析今天就先聊到这 如果你感兴趣还可以直接点击2020年华语实家盘点 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制作的 感谢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